哈喽,大家好,前天我公公婆婆才跟我说 这次杨妹来台湾玩啊,我有没有想要带杨妹去哪里玩 我公公婆婆会带着我们去 我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一个起点 就是阿里山,因为其实我有跟杨妹答应过 要带杨妹去阿里山玩 因为上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有某一部影片 我带她去瑞坦,带她去旋礼 送给自己的时候,她有选到一个小镜子 然后那个镜子上面有一个阿里山火车的图案 所以那时候就带她了 然后也不是只有这个原因 就是其实阿里山在我们越南的旅客来说 其实也是必去请点 只要我们越南旅客来到台湾,寻找台湾必去请点 除了101等等一些请点 那阿里山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带妹妹去阿里山 大家好 我是杨妹 今天呢,我来杨妹去台湾的阿里山 先到车里,然后先给妹妹看一下 这边的,然后等下才上去 女儿叫,女儿叫她叫她叫她 叫她叫她,叫她叫她 台湾呜 我整我冯ノ可 atte ponto 对 го啊 有 ی,对 来这边好 对 你 Prague啦? 对 对 那是,这里的花岛 也有线再捌开 花岛觉得很漂亮 这个景真的太美了 那昨天我们移到阿里山的时候 哇好惊讶 因为甚至是人好多 感觉大家好像都想躲下面的太阳 想赶快去山上 然后休息一下那种感觉 我们昨天是真的 这只要停在离阿里山 大概一个多公里才有位置可以停 不知道有去过阿里山的朋友 有没有遇过像这样的窗户 嗨我们到阿里山了 天差一温度十八度 他那赖开 他那个火车很慢 你要从嘉义到上来要三个多公里 哈哈哈哈三个多公里 坐到快睡着哦 妈妈是不是有坐过一次 有坐过一次 对记得你们那时候会很早起 妹是什么 妹里面叫云 云 云 怎样 很近 很近 在这边可以摸得到云了 在这边比云还高哦 云在我们下面 云在我们下面 我移到阿里山门口之后 看到这样子人潮啊 我心里突然觉得 哇 我是真的好羡慕台湾朋友啊 怎么说是羡慕呢 因为我觉得台湾朋友是真的很舍得享受 也很懂得享受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很愿意把自己休息的时间放下时间过得更忠实 比如说去爬山也是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忠实啊 因为爬山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乐趣 是一种放松自己解放压力 也算是一种运动也是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快乐 对不对 再加上在台湾小 可是又有很多座山 好像是有3000多个高山 对不对 然后在台湾交通又方便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车子 所以大家想要去爬山 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越南对我们一般的人民来说 这个好像是真的很难 我觉得我们在越南一般的家庭 大家的生活过得都非常的紧绷 我们没办法说可以放假休假时间 可以往山上跑 为什么呢 因为越南比台湾大很多 再加上在越南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车子 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交通工具 这好像地理条件不允许我们一般人的生活 可以过得像台湾人那么快乐 那么精硕 那么享受 随时说要去爬山就去爬山 可以去山上休息解放压力 这个好像是真的对我们来说太难了 你喜欢山上吗 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 空气 空气 空气很新鲜 新鲜 对吗 嗯 对 我们现在进去阿里山的朋友 博物馆 Dolalana河应该是这样 我们在这里 阿里山 有没有 有放大 有放大 这个衣服是什么 是火车吗 干啥 突然到这边 到这边了 诶是真的出国小诶 外面还有招展 外博会都是 这边的工作人员的小孩 来这里输书 他们真的很无聊 对 无聊了 里面有 没比 加课了 给点钟了 点钟 单好 单好 第一胎 切了对吗 切了 到第二胎 然后也切 到第三胎 第三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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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 来台湾 在哪里 在哪里 廁所 rất là cấm dễ xuống đất và bắt đầu một cuộc sống đẹp vời Ước há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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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Đi vào những cái chỗ như này này Đừng đi vào đá nhé Đá sẽ bị trơn đấy Đúng hả? Ướ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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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哈哈哈哈 运动 很多叔叔阿姨比较有年气了 他们都可以爬了 也很年轻耶 啊 我们到前妹坛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 要来前妹坛 GO 哇很美 哇好多哦 这个叫 龙龙 前妹坛 在爬山的过程中 杨妹在跟我说 这一次就是她第一次去爬山 也是第一次去那么高的山 然后我才跟她说 其实阿里山也算还好 在台湾也有很多其他山更高 也是非常美 比如说河湾山啊 还有一个叫玉山 玉山是台湾最高的 是海拔山间952公尺的部队 所以我就跟她说 以后来台湾读书 有趣会也可以去就是挑战看看 那么在台湾有那么高的玉山 那在越南有这样子的山吗 其实在越南也有很多高山 但是最高最高的山叫 翻西棒是在老街那边 它是海拔山间143公尺 跟玉山是不是也有 有一点点小距离对不对 可是翻西棒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有名的 来到越南如果想挑战爬山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去翻西棒 然后如果你只是想上去 那你可以坐篮车上去 也有从下面坐篮车到翻西棒那边的 然后那个篮车长度大概好像是 6325米的样子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哦 什么感想 什么感觉 很开心 很开心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下山了 然后从阿里山下来就下鲍鱼 好大哦 你看杨妹在前面 现在我公公婆婆 带我们来加一医吃 砂锅鱼头 这边的上鲍鱼头很有名 所以 爸爸妈妈说 来这里 都来这里了 所以兴趣吃看看 你太 运气大了 哈哈 这碗的第一顶 然后它好挺多的 真的哦 太好了 刚淋雨期来这里是真的很冷 冷死了 我倒的天啊 你倒 他上一次不知道白色这个是什么 白色这个 苦瓜 对 吃看看 很苦啊 很苦 哈哈 咱们这一项不要 你这一项不要 很好玩 很好玩 吃吃来 今天我有一个很好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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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谢谢 谢谢 哈哈哈